俄罗斯25号空袭乌克兰的哈尔科夫 当地的一个住宅区遭到两枚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 还有40个人受伤 我们从事发现场的空拍画面就可以看到 遭到飞弹锁定的哈尔科夫中部市区 冒出浓浓黑烟 范围非常的大 遭受攻击的住宅区内 有一座大型的五金卖场 当时有大约120人在卖场里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号 再一次的敦促各国领袖 提供乌克兰足够的防空保护 才能够防止这一种恐怖攻击 同时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披露 俄乌战争之中 有许多美国制的卫星导引弹药 在战场上抵挡不住俄罗斯的电子干扰 而大失准头 人们号称一发极重的精准导引炮弹 命中率只剩下10% 导致乌军索性弃用 最近在中简联合军演之中 中国解放军的两款机器构 有首度对外亮相 一款机器构擅长侦查 另一款则是具备了战斗功能 侦查款机器构的体型比较轻巧 搭载超广角的感知系统 有效避开障碍物 这款机器构身形小巧 体重约15公斤 配备一个超广角感知系统 腹部装在电池和动力系统 它不仅能完成前进 横握 跳跃 后退等动作 还能自主规划路线 避开障碍物 另一款战斗型机器构 能够负重80公斤 那么深背步枪 并且快速前进 灵活调整枪口的方向 军事专家分析 机器构能够充当士兵执行任务 表示解放军已经能够大量裂装 一开始是美国最早研发机器构 但率先实现批量裂装的是中国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机器构研发 抢先美国一步 成为解放军上战的力气